Hello, 這是Netflix 第六至第十題的答案 我們一齊看看答案 第一條是問Acceleration Time Graph 以下哪一個Stament 可以是不對的 第一,Polical Experience 一個Constant Net Force 我們說Net Force 和Acceleration 有關 而Acceleration 上升 所以一是錯的 第二,Speed of Particle at 4 秒 是4倍2 秒 如果你說Speed 的話 Change of Speed 才這樣計 這個4秒鐘和這個2秒鐘 的確是4秒鐘是4倍2秒鐘的情況 問題是題目根本沒有留在Initial Condition 例如最初的Speed 是2mps 如果你就這樣加上去的話 就一定不會翻出來的結果是4 OK? 如果最初大家都是Ad Rest的話 Change in Speed 是4倍的話 這條是對的 但Initial Speed 不知道的情況下 2是錯的 OK? 第三,就是No Resistive Force 我們知道Net Force 的時候 只有結果 就沒有內容 所以有沒有Resistive Force 就不能去判斷 所以答案就是D 看看後面第七條 第七條很簡單 這個P和Q 如果一個Force C上面是12N的話 Mass Result 是1比3的話 這一招已經通了街 那我就不妨使用它 Net Force Acting on Q 其實就會是12 將它除4 乘回它自己 就會出9N 很簡單做到D 看看下面那條 下面那條 就說 整塊木棍 它的重量是150 而且C在中間 你覺得是150N 它會是C在中間 即是0.4 整塊硬碟 它會有600N的重量 即是說它在這個位置 0.2 從那個G 那請問這個AdFord 最少要多少才可以去做到呢 如果你有聽書的話 就知道它是直線距離就可以了 沒有聽的話 我們就想和它說 那Force 就乘回 G和G之間的長度 就是0.8 就等於這兩個加起來 這兩個都會是一個 Anti Clockwise 而AdFord那個是Clockwise 所以 Clockwise等於Anti Clockwise 就是150 乘回0.4 再加600 再乘回長度0.2 好了 Fd還是Fd 就這樣加起來 就會出到答案 答案就是C 第九條都很簡單 第九條呢 如果你說 Acelerated Uniformly From Rest to 20mps In 3s 你可以很明顯地問它 Average Power Output KE除回時間 就已經OK了 實際上 2分之1mv 2次 除回3 對吧 那出來的答案 你會計到10 另外一個方法可以計的 Acelerated Uniformly 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 一個Average Speed的方法計 那我詳細就不在這裏說了 OK 但是呢 是有第二個方法去計的 第十條呢 就是問 有個波 那個Mask是0.1kg 撞到一個Horizontal Smooth的Ground Retically 最初的速度呢 是4mps 那它rebound elastically 那即是 最後會變成 4mps 向上 如果你隨便 做一個 剔一邊做正 我當剔上做正 那才算 那它Final減Iniso 那Iniso 就會變成負 那所以呢 你的Net Force 就會 變成Momentum 變成Time 那你出來的時候 就會是0.1kg 乘回4-4 再除回0.05 0.05 0.05 出來的答案呢 就會是16N 那問題是呢 這個是Net Force 來的 它說 Metal of Average Force acting on the ball by the ground 如果你做3-boy diagram 這個Force 其實是說 Reaction Force 就不是Net Force 那除了Reaction Force 你還有一個Mg 在上面 所以那個Total 的Net Force 應該有一個R 再減回Mg 才會是Net Force 的16N 而那M是0.1 那G 我當作10 那所以R 就會是16 加0.1 乘10 就會是17N 答案就是D 好 第六至第十條 的答案到這裡為止 下次回來 我們講十一至十五的題目 下次再見 請問一下 謝謝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